苍虹他拥有一把长剑 他的武功是万剑归宗 非常的厉害 但是你们知道吗 苍虹他其实并不是人类 难道你们不好奇 他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吗 如果你觉得苍虹长得非常的帅 请点一个赞 今天经过我和学姐 在苍虹的解决中的调查 我们发现 他的年龄来处住所皆是无人知晓 并且他来自于大同行 你们看 他的眼睛却只有一只 非常的诡异 在评论区中扣出1764 你将会知道 为什么他只有一只眼睛 今天我和学姐在迷你宇宙 进行了长达三天三夜的研究 我们发现 这所有的星域中 哪个都有 唯独没有大同行 所以说 这个大同行 它是不存在的 你们有没有发现 那这就证明 他其实也是一个不存在的人类 所以说 他的简介中写的 他是一个剑仙 很有可能 这就证明 他并不是人类 而他的真实身份 是一个神仙 你们知道了吗